你敢相信吗 那些不为人知的神曲 经过实力歌手一改编 不仅被评为神级现场 还被网友催促 会唱就多唱呦 阿雕的原唱是民谣歌手赵磊 他的演唱就是完完全全的民谣师唱法 故事中带着一点沧桑 歌曲无意被张绍涵听到 因为歌词中阿雕的经历 引起了张绍涵的共鸣 所以他力排众议 选择在歌手的舞台上 演唱这首冷门的歌曲 但是张绍涵还是把民谣改成了流行 意外令这首歌大爆 直到现在说起张绍涵的阿雕 还是不免让人感叹一句神奇现场 一直被嘲笑吐的凤凰传奇 意外翻唱了阴谋神曲海底 原本以为会很违和 别想到两人反而把这首 大家不敢经常听的阴谋神曲 唱成了大家每天都想单曲循环的热门单曲 其中唐田改编的词 或许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曾依那段念经式的演唱 听起来真的有种活光苦招的感觉呢 让人听完内心不会阴谋 反而会充满阳光 原本是郁可维犯下了一个小错误 却意外创下了神奇现场 现场所有人都没感到违和 还以为是郁可维的故意设计呢 这应该就是无形插流柳成英的最好解释了 张杰演唱会现场 伴奏突然消失 为了不让表演队中断 张杰靠着自己实力歌手的胆子 一句句开始清唱 不仅每句都卡在点上 该有的情绪也一点都没掉 一曲唱完 现场欢呼声不断 这可能就是对真唱歌手最好的回馈吧 以上四个神级现场你看过几个呢